這邊對我們討論 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希望從過去到未來 秉持專業的審查 能夠對大家的這些理念 都能夠堅固的一個方式 來看看大家 我以為這次看看什麼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針對過去兩次會看 跟今天這些報告的資料 我們目標待會是不是有 我們以一些初步的方向 來提給大家來參考好不好 來 課長 多嗎 這根本就再發言 綜合前面兩次會看委員的意見 大部分認為是具有文資價值 但是傾向於是歷史建築的身份 並且有彈性的保存方式 我們承判科也出來了一個 你辦的意見 也就是請同意登陸 張華銀行北門分行就職為歷史建築 它的面積就是想第四點 登陸的理由跟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的話是登陸 第三點符合歷史建築 登陸廢紙審查及付出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的登陸基準 主要的理由是 我稍微聽一下好了 第一點就是張華銀行為日治時期 由台灣人籌資於台灣中部成立制銀行 1912年於太平町通設台北出裝所 作為台北支分支單位 1915年改稱台北支店 1950年改稱台北分行 至1979年改民北門分行 第二點 本間五位戰後興建 內部歷經了多次的修改建 以及增建後洞 為四柱三間裝型式 列面裝飾具有特色 具保存價值 另外前幾次委員也提到 因為這個更新已經歷經了多年了 假設說是有歷史建築的身份的話 應該要同時討論一下 這個後續的這個如何貪性保留的 或者說針對這個建築利面來保留的一個方式 那請這個所有權人在三個月內提送委員回來審議 好我想這個針對過去的會刊 跟今天大概的大家的這些意見的方向 我還是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禮拜事項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未來都能夠監伏大家的這些理想 然後看看就是說委員針對這樣的一個禮議 大家有意見 來請 保存一些都市的文化或者文藝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事實上保存不一定是要用文化資產的這個方式來保存 就像我們的都市設計或者我們都市更新審議裡頭 其實也扮演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像這個案如果說它的確是以律念為主的話 那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是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所以我想在那個委員會裡頭其實對這種恢復原有的這個理念 這樣子的設計其實也是相當嚴謹的 所以今天雖然那個局長沒有到 但是又代表到 是不是也可以說明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 因為你作為一個文化資產 他要經歷要調查報告怎麼樣 那既然張華銀行他們自己也都有像他們的銀行史 還有這樣子的紀錄 然後我們也知道他主要的價值在裡面 到目前大家都已經可以清楚的狀況下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方法 好 那向我這邊做法律代表肯定的說明一下 謝謝 班長期這邊大概說明一下 對於文化資產的責任的部分 原上本題沒有一件 但是如果是對於說現在要保留的靈命建築部分 未來在都市更新跟都市設計審議的確會針對這個部分 然後再去做嚴格的審查 以上 我滿支持剛才王惠君委員的看法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讓它是一個歷史建築物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它不可能原物保留 因為那個建築物的那個理念 它的這個水泥經過這個六十多年 其實它這個硬力是不足的 所以我認為它很可能是一個一個新建 但是仿舊立面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大家心思肚明 它不可能留那一片皮 那個是高難度 而且哪怕你留的話其實隔不了幾年 它也會崩解 然後補補貼貼這個也不是物神之道 那如果它是一個新建仿舊立面 在台北市的國外路 還有審查地區其實很多 那個都是透過那個都市設計審議 那個途徑來完成 就是說根本就是一個新建築物 但是它有這個傳統歷史的意象 那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觀點的話 倒不見得一定要拋給它一個 歷史建築的帽子 這個我可以理解王沛經我意見了 它的意思就是說結果還是一樣的 就留那個皮 但是不一定要透過文化局這個程序 透過文化局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那如果是我們文化局 那就亂那個程序嘛 它做調查研究 我們又開會審查它的調查研究報告 然後就是萬二十一 就照保 這個會比較就是礦佩時日 但是結果還是一樣 它不可能原材料保存的 那個一定是新建材仿舊建築物的形式 那這個大家心情多明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針對這個觀點來 請問各位 因為大道城特定區流 也有很多這種地面保存的案例 它沒有文師身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它完整的成品 幾乎跟原貌是一樣的 就這種仿原貌來重建 那也不失它的這個歷史的定位 因為彰化銀行在這個地方 他擁有一個名稱叫做台北分行 也是彰化銀行在北部的區域就很好 那個名號但是 因為這個名號就給它一個歷史建築的一個名號的話 這個變成是 我感覺是有點皇寶下身的 有沒有那個必要準 所以就保存的觀點來講的話 有那麼多成功的大道城專區的案例 那我覺得這個業主它本身也能夠有那個誠意 能夠把這個地面做原貌的重建的話 我也同意 剛剛王老師跟我們提到的看法 不一定說一定要給它身分 這樣可能它的彈性會比較大一點 未來的設計方面比較能夠保存 因為你看它周邊那個操火都那麼多 你突然保存在那樣的一個東西 等一下看起來是 就我們習慣這個低止霧的感覺 那如果能夠把它做在裡面做得更好 更融入到現有的設計的話 我想是一個整個接撥的一個景觀 不是說我們就不要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給它一個身分 反而對它以後 身分給一些文資這樣的報告審查 反而是增加它這個加速改建的一個進度 所以我個人也覺得 如果文資身分不是那麼重要的話 在由業主這邊來承諾 做我們這樣一個以免保存的方式 我想不思維一個方式 我個人建議謝謝你 好 謝謝 我們來聽委員 基本上我們想要文化保存 應該是一個全民共識的一個 尤其在國外 像英國、美國、美國這樣 他們的一些保存工作 往往是由福祉計畫部的保存 所以我覺得 即使我們今天的都根條例 在第六條的這個 應該是第五條 你都根為了歷史、文化、這個 藝術等的原因 也是會發起都根 所以都根它是非常有彈性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們不 剛剛提問老師不建議就是說 用文化資產的身分來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文化資產最重要的 它是有個真實性 就是它原原本本就是那個 沒有去變成變更多 那我們現在不管是 在保安接口的那個 這個賺錢的銷售量 或者是體化結構的 但是都沒有文化資產的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原本的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想是希望就是說 在這種類似於意象的 或者於一種技術的保存 事實上可以落實在陸續畫面上 陸續畫能做的話 不需要有任務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案子 因為當時委員所做的件 就是說我們幾需要 所以才會有一個附帶的條件 就是說你們能夠保存 那是最好的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如果你要走到文化資產的這個路 的話 就非常遙遠 包括一些審議的過程 以是不是原真性 和真實性的效果 會很適合 那我們是覺得 忽然是請獨法拉威 可以把這個文化局的一些建築納入 然後在以後的審議 審議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的委員可以來參與 進行一些意見 這樣的話對民眾的想法是比較好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案子 你說真正要原本的討論 也是幾不可為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 還有什麼叫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綜合大家以上的討論 這個我是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還是納入這個都根 把過去的這些相關需要保存的這些歷史記憶 尤其大家探討的這些理念 跟他的意向保存 那由文化局來做這個幕僚的這些監督 那必要的時候 在都根的這個過程 都省的過程裡面 能夠邀請我們文字會的委員 來做這樣的一個指導 那這樣的話這個案子 我們就不納入 不列入這個歷史記憶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一個案 郭文化警察 пап常緣 按讚 屎 慎晨 案 按燉 文化警官 崔 celle outer 容 第六十二條 陳圖山文化景觀保存機關的原則 發行行一 陳圖山基本局105年8月25日以公告登陸為文化景觀 範圍坐落於大安區及文山區 範圍內包含軍事機關及設施 列管圈村及非列管圈村的建築 臺灣副總管以及農業試驗所 宿舍群跟辦公金色等 二 106年11號 空軍專案指揮布蘭 說明為辦理附近營區的整建工程 預計拆除9棟興建環超過50年之公有建物 請本局依法辦理文化資產價值的凝固 經查本案為陳圖山文化景觀的範圍內 依據文字會 105年7月25日第83次會議決議通過之保存機關原則規定 軍事單位得依軍事需求進行軍事設施之新增 改建等軍事開發計畫 唯應提交相關計畫內容進行審議 以不破壞纏除山路之警官視覺軸線 維護其自然封貌為原則 和受審資料涉及機密資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辦理 四 本局為監管保護文化景觀之立貌文理及辦理工於50年建物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於106年9月25日邀請本市文字委員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會刊 結論該速度下 除編號AA02001-007、AA02001-1053及AA02001-071建物請公指部在查證相關資料外 其他建物不具文化資產的潛意 二 請提案單位製作新建道的不同方位試點及角度之3D公理圖 評估對警官視覺軸線之影響 三 以上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文會審議 其中AA02001-1007 本局106年11月3日接獲民眾提報 本局稅依文資法第十四條規定邀及文資委員辦理現場會刊 會刊結論經委員綜合評估討論後 本案監護不具文化資產價值潛意不予夜色追蹤 六 本案復興營區整件工程涉及文化景觀 財路山保存及管理原則 一 以106年9月25日會開支結論 續提供本文會生意 以下為財路山文化警官保存其管理原則部分 涉及軍事設施的部分 請各位參佐 這是財路山跟目前在山路居落的照片 這為財路山文化警官的範圍 以及所涉及的所有全能的地號範圍內 我们本次的福星营区在于这上面指标所指的位置 此为福星营区的地形图 上面响载了预拆除的营射 以及50年以上当初九栋公寓50年评估的营射的位置 以及在新建工程中会保留营射的位置 这张为空座部他委托的建筑师 他所预化设的新建计划全区的一个配置图 请委员们参佐 此为开发规模概要 本次新建工程帮发A洞、B洞以及C洞大楼 以及一个费客师跟大楼的改建 请各位参佐 你办本案提清本委会审议 并依审议决立办以后续 空军作战指挥部跟孙文玉建筑师事务所有进行解放 各位委员大家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进到的一个程序 下一张 我想我们的依据 就是依据刚才其实 那个党会也报告过 就是依据今年的10月11号 要来做这个会刊的记录 下一张 我想这个会刊记录刚才也报告过 就是我们有三栋建筑物 包括007、053、07 这三栋建筑物 我们再请在查证相关的资料 来警戒在这里所有的报告 那其他的建筑物就有 基于文化自然这个价值去 那第二个是 属于关于文化景观范围内的呈建工程案 那我们就是说 以不破坏寒乎山路之景观视觉楼械 维护其自然的风貌和原始统 就是具体的东西来做办法来说 而且文化学也要求我们提出一些3D的模拟图 来评估新建工程对于参逐山文化器官轴线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就是把前面这两个案 第一案跟第二案 并重新在今天来做下注 好 下一张 我想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三栋建筑物 017、053跟007的建物来做一个说明 下一张 我想我们第一个从071这栋建筑物 那国军他所有的这个建筑物 都有一个登记的四项卡 那这个四项卡里面包括他的这个新建 比如我们把它放大起来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栋建筑物其实是在民国四十 不好意思 这是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有做一次的 他这个建筑物是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个新建 这个栋上的一个资料是登记时新建 这是我们在相关的资料里面拿的看得到 而且可以看出我们在新建以后的建筑物 都是RC柱外公的RC柱的形式 并不是日据时代的木柱跟这个鱼丁瓦 下一张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到了民国这个103年的时候 那这栋建筑物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发包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书土的资料 也就是说有军方四半的一个发包的一个书土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也写建其实是把整个建筑物都拆除了 重新做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这个建筑物是在原址重新新建 那这是相关的资料 那这一个发包的资料 我们整门的资料今天也有带过来 那这样背后可以请参与下一张 那另外这栋建筑物就是053的这个建筑物 其实在这个四项登录卡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是经过一个新建 也都是在这个民国四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内 其实还有一个新建的纪录 那以上这个资料是我们再去查证以后 发现他这个建筑物确实是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都重新盖过 而且他这个建筑物的外观 也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一些阿西部 跟以前日俱时代的这个余林瓦的这个建筑物 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对这两种建筑物 我们想查的相关的资料 下一张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比较 跟大家说明就是007的这一个建筑物 那它原子的这个地方确实是 台北纪国大学农业部农业实验所的实习生讲堂 就是在位置上 我们现在就位置在这一个上面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台大的图书馆的相关资料 可以找出来的这个照片 大概就是这一栋建筑物 就是这一个H型的这个建筑物在这里 那在旁边的这栋建筑物大概只能够留出一个角落 那还有我们在相关的这个资料里面 可以看出来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台克大现在的一栋 这栋建筑物现在还存在 那这个刚好拍的时候有一个角落 我刚好看到这栋建筑物 它是一个重演的一个方式 那下一张 那这是我们能够找到在所有的照片里面 这栋建筑物在过去的一个记录 包括刚才的那个照片 我们把它放大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它是一个悬山的一个山墙 那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云瓦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在空座库这边也找到佛华库这边一个讲照片 这张照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比如从这个现在这一栋台克大这种建筑物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后面是云瓦山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路口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重演 它并不是一个走廊 因为这个外面是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床物 所以它是一个悬山的一个这个榆林瓦 然后它的柱子其实都是木柱 是邪称的这个木柱 这是我们在胡阿富这边能够找到的资料 这是我们在就是早期的建筑物的地面 这个造型的照片上面 能够找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 然后它的网都是日本网 下一张 那这张我们可以在民国47年的这张空照图 那这张是大的空照图 我们把它放大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栋建筑物 那这边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重演的方式 当然从这个照片看出来 其实这两边的屋瓦还不一样大 中间是一个日本的这个高的深的屋脊 那这是一个日本瓦的一个形式 所以从空照图跟刚才的照片 就是混合的 下一张 那这张照片就来到另外一个时间 就是后来的这个时间里面 这个建筑物我们发现 其实它这个网 它这个屋顶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它这个日本瓦已经不见了 变成一个平瓦 它那个重演的部分也被拆掉了 其实也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刚好 胡阿刚才所看到的这个下一张 下一张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四项登陆卡 一样每一栋建筑物在军方 都有一个这样的小身份证一样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可以看出来到民国52年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它重新拆掉 就是一个原子兴建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刚才那张照片 后来变成的这个屋底 其实就变成平瓦 所以日本瓦的上面一个很深的一个屋脊也不见 所以从日本瓦就变成一个平瓦 那这个旁边的这个结构改变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原来的那个 那个榆林板跟木柱全部变成一个RC柱 所以这个建筑物其实是 在这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呈现了 其实跟原来的这个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经过52年的这个四项登陆卡 跟这张照片其实我们可以印证 其实这栋建筑物其实已经被完全的一个翻修过了 那这个屋顶也被拆过一次 下一条 那我们再往后走 也就是到了民国91年的一个空道 我们把它再放大来看 这个时候后面就增建了一个房子 那原来的平瓦的屋顶又变成了一个完全 原来是悬山的方式 现在变成一个硬山 然后这个屋顶也变成了彩色钢板 下一段就陆星钢板 那在这个时候同时我们也找到军方的一个 这个置办了一个八包的工程图做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把整个建筑物的这个 这个顶改成了附星钢板 西形钢的附星钢板 所以他们这一个屋架 其实又被拆除再重新做过一次 那在这个这样的平面图也都可以看出来 它都是R西木子 那D面上也可以看出它的R西木子 那这个屋架也整个变成了一个 以镀星钢板为外观 然后西形钢 加上混木的构架的一个屋顶 下一段 那这个时候的建筑物啊 其实就跟现在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棟建筑物从早期的日据时代 这个外观 这个重沿跟日本瓦变成一个平瓦 那这个两个建筑物其实是玄山 就是边边的这个山墙 其实瓦是平挑出来的 那到了2017年这个时候 军方自己发包的时候 就完全把这个顶啊 变成一个硬山 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挑出来 那这个屋顶也变成一个彩色钢板的形式 所以这个建筑物啊 从早期的这个形式啊 变成到今天的这个样貌 其实它是在原始 但是是一个另外新建的一个建筑物 那这个建筑物新建的时间啊 是在2017年这样子 那我们在现场看它的外观啊 其实它这个R7柱都是挑出来的 包括前面两栋的建筑物啊 在当时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几年的时候 它军方盖了一个建筑物啊 通通自采用这种方式 就是外出的R7柱 然后加上砖墙 这些都是砖墙 那边边的这个角落啊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R7柱外漏 因为它那边有双的这个门 所以敲打进去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里面有钢筋在里面 所以可以确定它是一个R7柱在外观啊 就是一个R7柱跟日据时代的这个 这个幕后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料理可以看到一个R7柱跟一个钢筋的一个痕迹 那另外我们到室内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室内这个部分啊 也发现它这个角的部分啊 有一个角柱 那把它放大起来看 其实它这个柱上去啊 它上面的这一圈啊 在定天花板这个屋顶的这个部分啊 其实它是一圈的R7柱 所以在这个建筑物我们去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R7柱的结构 所以它完全不是日据时代的这个建筑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个天花板为什么会有两层 因为军方有两次至少两次以上的这个大翻修 那也可以从这个天花板搞了两个天花板的这个 也可以证明其实它至少有做一个两次以上的这个大翻修 可以把这个木构造来做一些拆除跟重新安装 下一张 那我们爬到上面去的时候就发现啊 其实它这个山墙啊 这个以这个砌的程度啊 就绝对不是日本时代概的 这个木头啊 直接就插在这个山墙上面 那这个在接着这个组围裙的痕迹上面啊 也是任意的这个放置 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式去把它组起来 那或许它这个梁啊已经变成R7梁了 它那个木头根本就穿不下去 所以就直接是放在这个R7梁的上面 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 R7梁的部分是很清楚的 这个都是R7梁 所以在这个柱子的上面已经变成一圈的R7梁 那这个山墙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山墙的最上面啊 也是用R7梁变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建筑物啊 确定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原来的一个建筑物 下一站 那我们这个建议的保留方式啊 我们是依据啊民国十一 一百零就是今年啊 十一月二十三号 那因为有人来提出这个立件 所以我们那个文化局也就配合了一次的会堂 那这个会堂的一个结论啊 那这个结论就是说 它这个建筑物啊 决定不予列车追踪 那另外要是检视这个木航架 可挑选部分的构建作为对始管 那我们因为在这个相反的建筑物里面 就是对始管 那我们会保存来做 这个保存的一个展示的一个使用 那本开花案会依这个遵照 前开会堪的这个结果来办 那今天也并请 这个我们来做这个整个离件的这个审查 那个麻烦各位回应下一张 那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个文化景观范围内 整件开花计划来做一个说明 就是跟这个南竹山的这个三级的这个 这个视觉走线不影响它 那我们来做一个全区的配置说明下一张 我想我们这个基地的位置刚才也报告过 其实我们是在这一条方南路比北的部分 那这个幻民新村跟整个离竹山是在方南路的南边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开花案 其实并不会影响到这个离竹山的视觉景观 下一张 那我们在建筑物的配置也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们在这个这边有一些这个未来的 现在的那个他们的进道山 山里面的一些山洞 就是那个其实国防上最需要的部分是在这里 那目前这个地方都是现有的建筑物 矮的那个建筑物 未来我们会把这边都拆除 拆除以后其实在整方南路上 它这里的视觉景观反而会更开阔 但是这个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在北边 北边跟西边能够有两栋建筑物 也来做这一个这一个入口的一些遮挡 所以我们在这两栋建筑物的一个排列 也是按照国防的一个需要 那另外我们在视觉景观上面 我们也避开了影响 现在在这一条轴线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将其中的这栋建筑物 是在台科大现有的这个酒楼的宿舍的背后 来新建这栋建筑物 那这栋建筑物我们在盖的时候 因为前面就没有其他的建筑物来做遮挡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深远的退缩 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路上 就比较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残屠山的这个部分比较浓 这个不会被遮挡住 那这栋建筑物我们也做了一个 45度的一个转向 转向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比较能够看到 这个残屠山的一个视觉景观 而且这栋建筑物刚好是躲在台大昆虫馆的背后 那这样子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建筑物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残屠山的视觉景观 那从画面形成这边来看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建筑物全部在这个方南路的北边 那这个残屠山整个的是在右边 所以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将来盖起来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视觉景观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那以下再针对我们文化曲 给了我们几点 希望我们来做这几点来做一些3D的模拟 下一张 上面这张是这个残屠山的视觉景观 那我们将来新建的建筑物 其实是在左手边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整个在方南路的右边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不会影响的 那我们将未来的建筑物 九层的建筑物做个模拟 把它摆上去的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整个幻民新村 其实未来新建完成以后 是不具任何的一个影响 下一张 那这个文化曲是希望我们来针对这四个点 来做一些视觉景观的一个模拟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针对2号这个点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那未来我们盖的房子 就是在看到的位置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未来盖好的房子 那这是幻民新村 那整个残屠山在我们的右边 这一条是那个方南路 所以我们在方南路的左手边 就是在这个北边 那这个残屠山是在方南路的右边 就是它的南边 所以这地方怎么盖房子 其实对于这一个山林线 是不会有责乱的 下一张 我们再来到第一个这个点 那这样子看过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建筑 就是在方南路的左边 那这是那个残屠山 我们依照这个测量的等高线 把它做一个模拟 所以这张组是完全按照 实际上的一个模拟状况 那其实我们这个建筑 旁边的台科大的建筑 排到岸 就是对整个视觉景观的影响 其实是维屋齐文 这个是 现在这个是个五层楼的建筑 那这是一个九层楼的建筑 排列的方式大概是这样 那这两点我们已经做完模拟 那接着我们就要对这个 路口这个地方文化学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另外两个点 的一个模拟 下一张 那这是现况的一个部分 就是就第三点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看过去的这个部分 现在是台大空空房 那后面这个残屠山 其实已经被现有的台大空空房 擋住了 那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台大空空房的背后 来盖这个建筑物 下一张 我讲我们这个是一种模拟的一个活面 这个前面这一棟黄色的建筑物 是台大空空房 那我们的建筑物是在它的背后 来排这个建筑物 所以会露出一点点的 就是未来这一棟五层楼的建筑物 这样来盖好以后 其实是在它的背后 那对于这个残屠山的部分 的视觉器官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我们是在那棟建筑物的背后 下一张 那我们来到第三个点 它是希望由这个地方 就是由四号点 从这个入口来看我们这个现况 那现况其实是一棟三层楼的建筑物 那这个三层楼楼的建筑物 其实也把残屠山擀住 但是我们把这棟建筑物做了残屠 然后我们把整棟建筑物往后退 退到这个方南路的底 让这棟建筑物的前面 的近深很深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残屠山 影响会比较小 那加上我们把这个旁边这棟建筑物 做一个四十五度角的一个展开 那这边建筑物在拆掉 所以事实上这个残屠山的情况 是能够看到比现况还要更多 下一张 所以经过我们模拟 这棟建筑物已经飞到最后面 这个时候这个残屠山 其实露出来的部分 是比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 要露出来的更多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建筑 其实是比现况更优的 下一张 那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模拟 就是我们把整个视觉啊 拉到台科大宿舍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现况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还没有盖建筑的这个现况 那这一栋是一栋九层楼的建筑物 那我们也是在它背后盖一栋九层楼的建筑物 其实这个视觉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站在这个这个像子上 其实是这一栋建筑完全不会 这个挡到任何的这个情况 下一张 那这个是我们做一个模拟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盖的建筑物 还是在这个背后的这个地方 那这是现有的建筑 所以其实是不会对 南部下的视觉情况来做任何的一个遮蔽 那以下文化局要求我们来模拟四个点 那其实我们又加了最后这个点 总共有五个点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 还有谁要 目前有登基发言 第一位是林鼎杰先生 总共有六位 每位三分钟 那两位就要 那两位就要 有没有 第一位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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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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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位在整個南港山西的末端 他的愛口地形 他幾乎以來都是台北南區很重要的一個門戶 我們下一張 我們從這一張看 這個日本時代的圖看得比較清楚 山谷山在這個地方 他在清朝的時候 他是台北本地跟京美跟新店地區 連結的這個古道的一個所在地 然後也是整個清朝的時候 圓看徵果的一個重要的地點 下一張 那這個南區門戶他不只是在交通上 劉公順也在山谷山這邊進入到台北本地 其中他第一幹線是一路往東北流 所以在日本時代山谷山小夏 才會有了農業事業的九魂復典禮 在這邊 下一張 那他這個重要的一個戰略的位置 在國民政府時代也跟台北的原山 一南一北 變成是台灣守護台灣空房的一個風景 一直到現在都是 所以我們現在才在這邊 討論這個福西入區的一個 這個事情 現在這樣 所以在去年公告的 文化景觀的登陸理由裡面 第一項電點出了這個區位的重要性 他其實是整個台北南區的門戶 把他見證的台北本地發展的一個歷史 來 下一張 那在去年同一個時間公告的保存管理原則裡面呢 保存山谷山路的景觀視覺軸線 是整個山谷山化景觀重要的保存覺的處置 好 下一張 那剛剛 下一張 好 上一張 OK 好 少了一張 沒關係 那 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軍方的這個建築物在現建的末程裡面 其實是以破壞這個視覺景觀軸線為基礎嘛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 那到底什麼是這個視覺景觀軸線呢? 我們其實跟剛剛軍方的解讀是不太一樣 我們從這張圖裡面呢 很清楚的看到說 這是從山谷山往東邊穿過去的一個角度 右邊是南港山系 左邊是台北本地 我們看到101 好 那這個景觀視覺軸線呢 它有一個過度的預帶 所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台北本地南越的這個沙脈 那左邊就是台北本地 其實它這個景觀視覺軸線 它很重要的是 它彰顯了整個南港山系 最為台北本地南越的 這樣子的一個價值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模擬圖 好 這是從同一個視角 好 從我們從同一個視角 看到福西營區 山洞建築物蓋起來之後的狀態 整個南港山系的這一條眼線消失了 好 所以現在你就只剩下 你來到山竹山你就只剩下看到右邊的這個山竹山 它就只剩下一座山 你沒有辦法感覺到整個連續的這個山脈 那缺乏這個山脈的意象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說 山竹山是整個台北本地南越的這個門戶 這個價值 這個指定的價值就被落花了 我們再看一下上一張對照一下 好 上一張 各位上一張 上一張 好 這是現在的現貌 好 然後下一張 這個是福西營區蓋起來之後的一個模擬圖 好 剛剛那個軍方他們用的都是超廣角 我們可以知道超廣角看到的 整個透視的效果是會擴散 所以它看起來很遠很遠 其實不是的 這是大概視覺上看起來的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平面圖 因為剛剛這個視角它之所以具有代表性 除了剛剛提到的那個登錄的理由之外 也因為這個是聚落 然後這個是軍方帶的ABC山洞 這個是整個南港山西的沿線在這個方向 好 那我們看到其實九層的人來到山竹山 都是從 都是從公館圓環這邊進來的 然後它沿著這個紅色的線進來 它步到這邊 然後它就會順著整個山西往東邊看 所以剛剛那個角度就是從這邊看過去的 好 然後在路底的地方這個西洞 剛剛帳面上是寫五層樓 可是它其實高度是24樓 它是八層樓 OK 最後了 它八層樓 然後最高的A洞跟B洞就是36米 這是12層樓 跟我們剛剛拿來對照的凡船流大樓 那最後我們是希望 我們其實並不是三個區方來做開發 可是我們很希望我們下一代還有機會 從視覺上去理解 整個山竹山 百年代山竹山跟臺北本地的關係 而不是從文字上去認識 所以我們期待國防部能夠去做怎樣的 然後保存山竹山山路的警官視覺中線 然後保存山竹山 換你幾天就算是 我先進去那幾天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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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整合兩位到現在是 我先進去過六分鐘了 OK 好 然後另外一位是 每天的區域 對 各位委員好 對 各位委員好 我是三七三在區域 我住在那裡六十幾年了 從我從小住在那裡到現在 六十幾年過的是很狹義的日子 聽說我們要在那大樓看不到視野 最後我們看不到視野 以後我們一大輩子 小孩子也看不到視野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希望我們的六位全員 在視野部裡面上過班 做過福利社 我了解那裡面的情形 那個時候的視野是相當的開錯 情情特別的好 所以我想說如果說他蓋了這麼多的大樓 我們會想不到未來小孩子的視野是在哪裡 所以我希望盡量能改造低一點 改造視野遠一點 我們心體也要好一點 謝謝 還有這個文化景觀的事情 應該是我們這輩子看不到 小孩子是可以啦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委員能為我們的區民 向我們往後的更前進的一個居部首 謝謝 謝謝 好 最後一位 曹洛毅建築師 好 OK 準備好 各位委員大家好 也是受文化局委託在執行文化警官的保存文物案的規劃局執行 我們在執行保存文物案上的一個觀點來說明 新建的復興影區會對於整體會造成一些影響 我想另外很多都是用視覺模擬或者是用電腦模擬 其實有一些可以造假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辛苦了整個模型做出來 我們希望就是說模型是最精確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看出來這個建築物可以造成的影響 景觀影響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目前的一個現況 也就是擺在地上的這個景點 好 下一張 那這個我們這個建築物裡面 其實周遭裡面都是我們的文化警官的範圍 它周遭裡面其實有三種非常跟我們緊密相邻的一個古蹟建築 就是包括了台大昆蟲館 那個農事署的昆蟲庫 那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 就幫我開始人來說 我們這個007這一棟建築物 然後另外還有在這個119項的一個範圍裡面 還有這個農事署的宿舍 那當時的文治委員也到現場 確認它的一個保持價值 好 下一張 那這是一個改建後的情形 那它ABC的三段 我們分別根據軍方的資料來說明 那它的高度的部分 那剛剛秉潔也請包括了 大概24米跟36米兩種不同的高度 那它因為它的量度滿大的 都是60米的起跳的一個建築物 下一張 那所以這個是它現有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是它原來的講堂的一位子 下一張 那這個是它從空照圖看到的一個 這個講堂的部分 下一張 那這是公駕樓跟這個講堂的一個關係 好 下一張 那這個都拆除之後改建的話 就是這個系統的部分 會造成這樣子非常輕易的一個壓迫 好 下一張 大概24米跟我們目前的這個6米 5米之間的一個關係 好 下一張 那這是昆蟲部跟台大昆蟲系的一個關係 好 下一張 然後新的這個建築物 那我們現在已經 因為受限照相機的關係 沒有辦法帶垃圾 所以在到人體的視角的時候 其實那個高度其實是會更具有壓迫感 下一張 那就是這個一樣 也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下一張 就是這個部分 就再下一張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都其他的一個無力 所以我們因為西洞 它剛好可以在119項的一個觀景 那它就是 所以它用一個15秒 三分焦就時間到了 視覺影響最大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覺得西洞 是有討論的 謝謝 所有成型登記的朋友 那先離開到旁邊一起 那我們進入討論 謝謝 我想根據剛才的這個報告內容 還有這個登記發言的這些部分 針對本來 還是一定要請教 是說 委員有沒有什麼私教的地方 可以 謝謝 是比較新方法 就是剛剛我們現在 這個大陸一直在挑釁 今天都派遺棄在到台灣 說在司令部 要帶房子 我們解決了一個支持 但是現在跟米諾警比較在衝突 所以我們覺得說 為什麼要把密交信 那麼大 那你人家要 非但要對著密交票的話 我們就更快 為什麼不能夠把那個亮點把它壓閉 這個應該可以來思考 兩個還可以 但是面前看起來真的是 從每個角度來看的話 曾文施法所謂的一個 景觀的遮蔽法 而且這個傳說 它是一個文化景觀 它特別又是主觀 為主 一個文字三分 所以你建築的亮點 從認為角度 就是我們法律規定 就是我們法律規定 所以可能在規劃的時候 就這一點的註問 看能不能在做亮點的註問 至少你那個天際線 我們講 產出山的那個天際線 那你建築的天際線 剛剛你畫了很多箭頭 那個箭頭上去都看不到的 都看不到後面 所以你就那麼短短的一個箭頭在那裡線 所以應該是把那幾個箭頭的那個方向 至少說你那個山頭 像鮮北市的話 它淡水區 它也有從那個淡水流的對岸 那個叫什麼路來的 從這邊做視角上去 它有六個點 就是你這個整個大雲山 高度不能超過大雲山的 百分之八十 高度的百分之八十 你建築任何高度 就不能夠超過大雲山 所以那個山氣的那個天際線 過來法律保持在那裡 那我們這邊應該沒有法律的規定 但是呢 就是只有文字法律 你不能遮蔽我們的景觀 法律沒有規定 但是沒有像那個新北市那個大雲山的那個天際線 規定得那麼清楚 它叫八成 高度的法律 所以我個人覺得 做這個景觀的這樣的一個真理性來講 我一定會在考慮起來 個人一切 謝謝 好 其他委員他可以指教我們 請 各位委員 這個確實是我們長久以來 常常奔糙的問題 所謂阻礙古籍觀浪 還有進出的通道 我想如果我們從 東西南北市的角度 可能會有一個或兩個角度是會抵觸 所以一般我們也都認為 從這個 比較常常接近的那個角度來看就可以了 如果你365度都要限制的話 我相信抵觸的那個文化資產太多了 對這個開發的限制也會太大了 我想這個多多考量 我想這個熱心的朋友他們也很 這個很用功還做那個模型 我覺得我們可以討論 是不是選擇幾個點 希望建築師盡量讓這個新的大樓 稍微瘦一點 我是覺得高到無所謂 像那個101 我覺得高到無所謂 就不要太胖 那這個有沒有辦法在建築設計上 那個做這樣的修正 就是瘦高可能比矮胖會好一點 對那個天氣線的影響會比較少 試試看建築師 原商業做班局在11月17號的時候 有針對這個統胞工程有開過幹事會 不審的幹事會 那其中法律檢討部分 因為當時也沒有這些模擬圖 所以的確我們當時的意見是說 為了不破壞的就是殘酢山 鎮入警官視覺軸線 請他們就是針對這樣的部分 然後去做一些相關的補充 那因為像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像他今天提出來的 警官視覺軸線的部分 的確他現在跟 現在陶藝廳建築師事務所提出的 他的方向其實是有一點落差的 所以這個後續的部分 可能我們還會再做相關的一期 謝謝 那針對本來其他委員還是有一點 文化警官 所以文化警官如果以防的話 其實是要先做這個文化警官保存計畫 然後之後才確認 到底他的高度應該怎麼樣 樣點應該怎麼樣 甚至外觀質感材料 其實在這個文化警官保存計畫 應該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現在我所知道的 有好幾個團隊 包括剛剛曹建築師還有其他團隊 都在做這個 產品實在文化警官的一些規劃 所以就造成剛才 都發覺代表其實很難 就現在的案例提出建議 因為這個計畫還在進行中 那現在軍方有迫切的需要 要來先做 就等於是在計畫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他就要來先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 可能就是必須要進入比較詳細的 就是大家要真正的去思考天使 因為包括今天這個圖 其實我想所有的委員都沒有圖 因為我們看 我們拿到的資料 名稱是叫做整件工程審查案 可是我們這裡頭 沒有任何關於整件工程的資料 我們都是剛剛在圖影片上才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跟我們今天 提電話資料跟我們審查的東西 好像是有落差 而且他其實重要性又這麼高 因為他這個做做下去以後 他們未來的那個文化景觀計畫 要怎麼做呢 是不是就以這個為題來做 是不是會用這個標準來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要好好考慮的事情 謝謝 謝謝 我們是不是先前 文化局 針對剛才這個文化局 文化局 做的時候 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 那剛剛曹羅伊建築師講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委託他 但是原則上 他的報告還沒有送我們文化局審查 目前只是在他自己的規劃階段 當然會比較嚴格一點 我必須這樣講 那要提什麼報告 他是文化景觀的保存計畫 保存在發展計畫 就是剛剛王慧君老師講的 就是文化景觀經過登錄以後 他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做保存計畫 那那個計畫是主管機關來做 讓主管機關做文化局 所以現在委託他 那他今天帶的圖面跟他的模型 事實上也還沒有經過文化局審查 大概是他自己個人意見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尊重 那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金方當然也急著做 那我們大概